诶咱们这个队伍有谁是不在上海啊 脚神应该是在不在上海吧 我不在 我看你在家 你在哪个城市啊 我在安徽 那个悲伤呢 他在江西吧 我感觉你们 就我昨天也跟小谷说了 我觉得你们早点得集合 早点集合打线下要 直接线下了吗 我们 我操 人已经满了 怎么情况 他比跳一下 他比跳一下 不是来线下 我给你们包啊 可以 你们要有时间的话 我肯定有空啊 我看你们啊 对到时候看吧 我们到时候约呗 四朋友坐我旁边 我坐中间 什么线下 什么线下 我没听到 我约都坐到背后的 我说 就你们 就我跟小谷说了 就我觉得你们要早点 到线下集训会好一些 哦 老通过这个歪歪 那个沟通的效率很低 也是 但我们前面的小谷 在周围都跟歪歪打 我这样 没事啊 你们你们 我们也可以线下呀 对啊 你们线下去 电竞酒店打 那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叫 公寓三骑士 必先立骑气 别人还在歪歪 我们都线下了 怎么说 走呗 反正我在上海 走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都约一下呗 过来 今天踏比一来 整个队伍都不一样了 对啊 真活了 踏比的含金量 兄弟 规划自信 规划自信 真规划自信 踏比能给到团队的 情绪加值也好高哦 是的 必须的 没有没有 踏比了 那 那 那 等小谷组织一下吧 然后 那个 因为LPL 6月1号才开赛嘛 就看小谷组织一下 我们 五个 包括我 就是我们一起在上海见个面 反正 反正 因为我平时 真的 我平时要训练 然后今天我是跟 那个 我们总经理 申请了 就是他说可以 这样 我才能来 就没办法 我真的 对 OK 没事 我到时候跟LL老板 讲一下 聊一下 借用一下 接用一下 我去说一下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不用太吹 我这个东西 我觉得 因为比赛呢 我是不是自己打的 比赛是你们五个打的 我觉得 我觉得更多的是 你们要欣赏一下 自己今天的表现 你们看 就你们今天打完 看一下 昨天的训练赛跟今天 我觉得 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是你们今天都不甩锅了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重要 我们 作为一个 就职业的队伍 我们是不能有那种很负面的东西的 有什么 我们都是男人 有什么解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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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